大家好,我是喜歡女人的,對男人沒有感覺 所以為何看著這間,說是鋪的,其實是住宅 沒有感覺,完全不懂得點地分 先幫其他人說一句 全世界最好的長門公司叫做看業生態快樂 如果你想借錢,樓也好,鋪也好 問他們就按,千千萬聲,過數給你 沒問題,我會幫他們做估值 如果是鋪的話,因為我最熟 這間的位置,就是看到今天消息的 就是這個半山,寶雲島,五號J 我想五號J寶雲島,這孩子經常來跑步的時候 這裡有舖賣,我也不知道 說真的,是住宅來的,但是舖契 見面積大概700呎,大約16呎 深的時候就大約30呎,成交就1750萬 看看基本資料 好,看完之後就轉個圈再看看這個位置 這裡呢,你知道一路再過去的時候 就下去下面,波路道,然後堅尼地道 我經常都開車經過,跑步,經常都來 我住在半山,那邊的時候就是 Magazine Gap Road那邊 再進來,就是這一塊,一塊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是004寫的 這個是Chop契 所以,你看看這個5J 這裡,拍一下裡面,這個裡面的樣子 這裡就說,樓齡大約62年 業權份數,就16除86 剛剛簽約而已,也是 這間店的成交紀錄的時候 就說是95年的時候,360萬買進來 所以拿了24年,又升了386% 1750萬,失去感覺 我真的不懂得點比分 我只是感覺,當作買個住宅住 買個住宅住 又可以省回這個,什麼 省回印花稅,用公司買都沒問題 公司買的話,用公司買這個住宅 就30%稅 但如果用買一個舖,好像這一間的時候 8.5% 也不需要,因為它是2000萬以下 如果作為成交比較 保雲道,這些舊樓,住宅每呎 就大約見面積兩三萬元左右 新樓高層一點,就差不多三萬八元一呎 就見面積了 但如果同一棟大廈,保雲道 如果5號G 同一棟大廈,5號G 這邊,這裡的時候 就說二樓 有個世用面積的單位1300呎 19年的時候,就成交了2575萬 所以感覺呢,這個 它見面積的時候,計算下去 就大約2500元左右一呎 2500元左右一呎 這裡,保雲道也是兩三萬元左右一呎 高層一點的,新樓的三萬多四萬元一呎 差不多了,市價沒感覺 總之是買住宅 總之是很沉悶,不說 說住宅就很沉悶 真的很沉悶 說了七價 像花園、兩海、高層、低層 真的很沉悶 幸好不用做住宅 做住宅真的很沉悶 總之,如果你是業主的話 住宅也好,鋪也好 車位也好,什麼都好 是想借錢的 記住,找全世界的最好家 康業生態,拜託 今天打210,210 拜拜